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民进党喊打炸 就从这个陈建仁开始下令 说要防范黑道介入新兴产业 还要修法控管模拟枪支 还贴出了这样一张图说精进扫黑 他说去年国内发生了多起诈骗集团 私刑然后拘禁被害者的一些案件 在警方成立专案小组的努力追查之下 将幕后的首脑还有干部 具体倒案 所以现在开始好像要大动作来做这些事 可是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陈欧珀 他怎么还他的服务处 变成IM.B的大本营 陈欧珀讲说我不知道对方诈骗 然后愿意把这些租金捐出来 然后来补偿被害人 因为张思刚就提报说宜兰的大本营 其实就是陈欧珀的竞选处 要他说明一下跟亚太国际地产 还有这个宏盛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一些关系 那陈欧珀就是讲说 我一直认识的都是这个曾国伟 我只知道他从事这个房地产事业 不知道他有做这个IMB这种债权媒合 也不知道他从事诈骗 更不知道他是这个有这个早期因为枪炮案判刑 确定逃亡的真要疯 希望有些人是不要再武端指控 让检调尽数查明 纷扰到此为止 这是他的一个讲法 可是看起来好像这个陈欧珀的危机 恐怕也会冲击到绿营全台的一个选情 会变成小至2.0呢 零至坚2.0 因为这事情有待解决嘛 那其实就从陈欧珀的事情 他这个说不熟 可是现在看起来 你既然不熟 你怎么可能会借保姆车呢 那是不是从他的话语来推断 所有跟这个IM.B宣称不熟的人 是不是其实也都蛮熟的呢 不晓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郑文燦 他讲说 我不认识他嘛 5月6号是这样讲 可是他其实多次出席了 就是这个相关IM.B的祝先 女友的春酒 那很多这个绿营高台 多次这个站台春酒 还有2019年的川城机构的春酒 你看到这个黄伟哲有出席 陈欧珀有出席 还有看到这个国家核心的一些官员 这个看起来跟他们的关系都挺好的 这个曾国伟在这边 然后陈欧珀 林佳龙 人际关系跟这个绿营的关系 感觉蛮有交情的 还有这个明星检察官 这个也是蔡清祥旗下的一个人 那也是一个明星级的检察官 那看起来好像也有获邀出席 所以看起来这个盘跟错节 其实关系并不像他们讲的那么的不熟 那甚至呢 连台南市府都可以当成自己家 然后进去里面这样子合照 甚至这个黄伟哲还拿着这个产品摆拍 人家讲说 这代表不熟吗 那黄伟哲讲说 我绝对没有为这些产品代言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保姆车 你的坐车怎么会这样子提供给他使用呢 就是怎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使用关联性呢 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照片就是 这个诈骗集团大本营 其实就是他原本的这个立委服务处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有待说明清楚 那这个事情看起来还会持续在延烧 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 这个陈水扁今天去到了东吴 应该是说昨天了 昨天去到东吴大学演讲 然后中间就讲说 这个医生讲 这个对他病情有帮助 我们真的是讲知识了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原来这个手抖什么的 你只要去演讲的话 对病情有帮助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家里有手抖的人的话 他说除了现在去凯道上替儿子请愿 还去到东吴大学演讲 那这个看起来大家觉得说 这真的是创下这个台湾的一个奇迹 那我们看看这个中间讲法 说扁依照规定向中间提出申请 然后这个医主也是觉得说 认为参加这个活动符合医主意指 基于尊重医师跟专业医疗团队 所以同意扁出席 那我们有人讲说 那下回陈前总统 是不是还要参加铁人三下 看着我们大家都手都抖了 所以宏伟姐就讲说 干脆让他选总统好了啦 都可以去演讲了 还有什么不能做 继续我再上纲上去 那所以他最近动作频频 那其实这样子 我就问一个罪犯 保外就医的生活 可以这么多采多姿吗 下一步要不要干脆出来选总统算了呢 所以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杨明哥怎么看 现在目前这个IM.B 这个案子 今天陈欧破是终于出面了 他昨天在这个车子 坐车这个事情发生 被黄国昌马上揭露了之后 他沉默了很久 今天终于出来 这个鞠躬道歉说 他世人不明 好 我们先讲第一个 就是纯欧破 他不是捐钱就可以解决 第一个 他政治现金申报不实 这有法律的问题 人家无偿提供 你问宇翔 问这个蔡正文委员 政治现金 不管是有刑无刑 动产不动产 都要申报 人家免费提供给你 你也要申报 你没有申报 很抱歉 你就是违反了政治现金法 他已经有违法的事实 这第一个 第二个 IM.B 这个诈骗的案件里面 最离奇 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一个 被通弃七年了 他是一个通弃犯 这位祖贤 这位真姓祖贤 他是通弃犯 而他从2016年 这个IM.B的 这个借贷平台成立之后 大量的政治人物 跟他互动 如果只是去吃个春酒 去这个现场 讲个话 打个招呼 我觉得这种 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如果有对积 成功破 现在是被查到 第一个 你有被提供竞选总部 第二个 有提供车辆 这两件事情 证明了 他们是有所谓的利益往来 利益互动 诶 成功破 我们没有说 你是诈骗共犯 但是你跟这样的人 交换利益 那我们怎么会不知道说 后面你们还有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 怎么样的一个交换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人家会无偿提供你车子吗 人家会无偿提供你 这个 这个进办的 这个办公室吗 我们的这个 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这句话嘛 所以他是不是有请你帮忙了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讲清楚 不要忘记 光是2017年我们查到的 这位曾国伟的太太 应该说女友 就曾经站住一场 侨义比赛 陈欧破 帮忙开了一场记者会 是有互动的 不要再说什么 什么不熟啊 都是什么中间人 不要出了事 就说不熟 那我在讲 所有 线上的说政治 我不知道是蓝势律 因为是黄国昌 昨天 他还预告了一件事情 他不只是 陈欧破 他说这位 曾姓祖贤 去年9月10月 曾经开着他的坐车 去送政治现金 他没有点名说 谁拿到 但他说 他这相关的情资 会提供给检调去参考 去年能收政治现金 是参选人 所以去年有参选 县市长议员的 这些人 你们现在可能要 色色发抖 如果你们跟 这位 IM.B的 这个诈骗主席人 有互动 奉劝 奉劝 赶快自首 赶快 坦诚为上 你只是说 诈骗 你只是说 诈骗女人的 政治现金 申报就没事 你就说 这是合法现金 但是如果这个 现金金额 超过法定的话 那可能会有事 好 郑明哥 这实在是很令人痛心的事 民进党执政了七年 才想到要扫黑 在前一段时间 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 黑影重重的时候 也没有人想到要扫黑 等到了大黑道 这个离开民进党中常委 才开始要扫黑 那这个为什么会 少得太慢点 台湾这一段时间 不管是柬埔寨案件 不管是诈骗案件 连那个何立林 都变成诈骗的一个体裁 去相关单位什么 去诉求 去申请 一直都没办法解决 所以民进党政府 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搞不清楚 那很好了 这个亡羊补牢 那个陈建仁说 要这个全面 扫这个黑道 介入新兴产业 要控管枪支 好像摸对了鞭了 那就一两个 也做出成绩看看 至于这个 陈欧布的这个行为 他实在太不检点了 政治人物一定会有 很多的非法的行为 希望找你去做门神 那你如果是说 像这仪翔兄 他刚当议员 也许真的不了解 哪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有人好意就会接纳 但是不要忘记 你是己任立委 你还涉事未深 这位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吧 你这个已经是当了 这么久的立委 你搞不清楚 这个人借你这个使用服务处 他登记做什么用处了 你不清楚 然后你使用他的车子 那你不清楚 他在干什么 那你跟他交往那么久 难怪只有这么简单的场合 春久出现了 那你讲给谁 青年都不会相信 这个是一个自称 所谓的青年勤政爱乡土的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吗 这样大家能够接受吗 这种标准未免太低了一点 那至于所谓的 郑文燦 是不是也被陈伦伯拉过去了 郑文燦也不是政坛上的新手 好不好 那对这些 怎么会那么糊涂 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 那很多单位 政治人士要敏感一点 一看到某某机构 某某会 都是当他什么单位 那你们去干嘛 我搞不懂 你有那么用英文讲那么naive吗 有那么单纯吗 我不敢想象 你同样跟他一起参加基金会 你不晓得他们在干嘛吗 那你连这个都不晓得 都不清楚 是假装的吧 要不然你怎么会监督整个政府啊 民意代表是监督政府的 政府比这些黑道的状况更复杂 这些黑道的非法机构的问题 你们都假装不知道 看不清楚你怎么有能力去监督政府里面 那个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问题呢 所以到底是能力不足 还是什么呀 还是眼镜带有 默色的眼镜看不清楚 所以民进党如果不能对这些事情 陈若波的行为做出交代的话 我相信人民的愤怒 不会只限制于在宜兰 可能不是 至于陈水扁 他要去东吴大学演讲 那其实我同意一件事情 因为世界各国都差不多有这样做法 一个卸任严守如果犯到刑案 通常会给予比一般人更宽的一个处理或待遇 这一点我知道 像韩国啦 像美国都有这种情形 但是你不要讲理由嘛 这个理由实在搬得太离谱啊 民进党的法务部怎么会讲说 哎呀 医生认为这样对他病情有帮助 这个理由掰得太离谱了吧 所以你要给人家一个足以说服的理由 不要掰成这样子好不好 如果这样子对你民进党有什么好处啊 好 问一下影响 不觉得这个样子会影响到 影响到人民的一些观感吗 我先讲一下IMB这件事情 我IMB这件事情 当然这是一个司法问题 现在那其实我认为民进党当然要 也会尊重这个司法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那我想这个陈欧波委员 他自己也提出了嘛 就是说如果这个司法确实 他有参与这个诈骗的部分的话 他自己要退选 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部分 是一个原则 但至于说IMB 我其实这事情 我大概也看了几天的一个时间 IMB似乎是一个有计划性的 想接触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 包括其实在有一个 在台北里有一个金融科技展 我还看到那个画面 他们几个人 几个员工拿的招牌 蔡英文总统只是路过而已 要跑到他后面 一定要跟他拍张照片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跟黄伟哲 郑文燦等等接触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们是一个诈骗集团 所以需要建立信用 需要建立一个可信度 可以给大家看说 我认识这么多人 我怎么可能是诈骗 所以这个事情IMB 当然它是有一个计划性的作为 但是至于说很多政治人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也是 这个蔡伟赢之前 也是这个民意代表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替每一个人说话 但是至少我觉得 我看到的常常 是说我们 我很怕 或我们很怕 很多人说你邀请 邀请你 然后你不出席 然后就背后讲话 甚至于其他人出席 等等等等 所以变成说 很难去防范自己的交友圈 但像我个人而言 我一定会说 如果有争议的 如果它是有问题的 等等等等 我会尽量先去了解一下 那你不可能去 背景调查每一个人 那这是我们的蔬师 这是过去很多人 都犯了错误 所以我觉得这个 针对未来 是一个很好的警惕 未来任何政治人物 其实不分蓝绿 针对交友圈 针对去出席 哪一些场合 针对跟哪一些人照片 甚至于手上拿的 哪一些产品 都应该要加以防范 避免说 类似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觉得 台湾政治 真的是无论蓝或绿 其实真的是看太多 针对这个 曾前总统的部分 其实我不知道何从讲 因为其实重点是说 那这篇报告 他的申请 为什么他认为 是对医疗有帮助 那如果他有 这个相关的依据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看了 觉得可以接受 那是一回事 但如果没有相关的依据的话 那大家就是 反而会更大的一个好奇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中间 如果他真的是 有一个专家小组 去审这些事情的话 我认为当然 他也要说清楚说 当时他的一个 审视标准是什么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事情 我还是认为 我提醒一下一件 因为你接下来 可能会接这个 赖清德的发言人 这个还是要尊重 以后有人问你 你知不知是特色陈水扁 你要怎么回答 我知不支持特色陈水扁 其实老师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 涉及到我的业务范围 但是 所以如果赖总统被问到 你会建议怎么回答 我会先去了解这种况 我真的会先 我也没办法在这里面 直接讲一个立场 我会先去了解这种 但是我觉得 这个整个宏观而言 就是我觉得政治人 无论是蓝事率 交朋友 或者处起各场合 要更加的防范 可是你觉得 他们只是合照吗 可是都已经可以进到 这个市府办公室了 这种市府办公室的